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芭芭拉 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里昂·阿倫·贊文指出 剛剛化解的普里哥任率領瓦格納故隆兵 發動兵變出擊莫斯科事件 普里哥任越了界 但俄羅斯總統普京最應該擔心的是普通俄羅斯人的反應 美國國會參議員本·卡丁就瓦格納兵變事件 接受媒體採訪時是這麼說 普京已經失去自己人民的信任 克里姆林宮現在面臨著一種極不穩定的平衡 總部位於華盛頓DC的智庫戰爭研究所 在6月20日就瓦格納兵變事件 很快發表了一份評估報告同樣都是這樣認為 62歲的葉夫·根尼·普里哥任 由6月24日凌晨開始發動兵變 在24小時內 快速揮兵由烏克蘭前線反哥道距離莫斯科 只有大約200公里的地方幾乎已經是兵臨城下 在這個過程中 俄羅斯政界和軍界高層始終保持沉默 而兵變沿途城市的普通俄羅斯人民 就對普里哥任和瓦格納部隊表現出支持和歡迎 就算瓦格納兵變事件不夠48小時內就化解了 普里哥任接受協議撤兵了 但是這次突發事件所產生的後果已經突顯出 俄羅斯民心並不是完全像俄羅斯官方報道那樣 是站在總統普京這一邊的 這對克里姆林宮來說並不是好笑頭 同時說要與俄羅斯合作無上限的中共政權 也可以說是一次嚴酷的打擊和不祥徵兆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里昂·阿倫 6月25日在新聞網站《政客》上發表專欄文章表示 瓦格納兵變事件其實是揭露俄羅斯的真相 他在文章中說 48小時的造反就好像一盞強大的探射燈 照出普京政權陰暗的內幕 包括軍隊忠誠度的分裂 人民對政權近似空洞的支持 以及目前政權搖搖欲罪的合法性 普里哥任將他的造反之舉 稱為以清軍則為目的 為挽救俄羅斯的正義行軍 他在6月23日發動兵變前的宣言中 指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理由 也即是所謂的防止北約東礦 和保護俄羅斯佔領區頓巴斯的平民 免受烏克蘭的無期炮擊 這個理由都是列造的 普里哥任將矛頭指向俄羅斯國防部長 謝爾太少依古 和俄軍總參謀長 雅列里格拉西莫夫 譴責這兩個人 蒙騙普京 還要求這兩個人下台 外界普遍認為 普里哥任之所以 沒有直接點名批評普京 只是他的策略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 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理由 就是普京給的 普京在評擊瓦格拉兵變的全國講話中 同時在譴責中指出 歷史上造成1917年 俄羅斯帝國終結和1991年 蘇聯解體的原因 就是內部戰爭 阿倫認為 所有人都看到普京政權正在崩裂 普京本人在這番話中 也表現出大有這樣的預感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 本卡丁 6月25日表示 雅格拉集團的武裝造反 證明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俄羅斯人民中的權力正在減弱 卡丁在福克斯週日新聞 接受香農·布里姆採訪時指出 普里哥任的雅格拉兵變 證明普京的可信度下跌 甚至在他的長期盟友中 也是如此 卡丁對布里姆說 普京已經失去自己人民的信任 我認為普京提出的 關於為什麼要進入烏克蘭的說法 現在正受到公眾輿論 和來自俄羅斯本土的質疑 戰爭研究所在6月24日發表的評估報告中表示 在雅格拉首領普里哥任 致力於推翻俄羅斯軍事領導層的兵變後 克里姆林宮現在正面臨著一種極不穩定的平衡 該報告還指出白俄羅斯總統 阿力山大·努卡辛科 幫助談判達成的協議 是讓普里哥任去白俄羅斯 而不會在俄羅斯面臨刑事指控 只是短期解決方案 而不是長期解決方案 普里哥任的造反 正好暴露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的嚴重弱點 ISW報告中評估認為 普里哥任的造反 克里姆林宮的回應 以及努卡辛科的調解 都是克里姆林宮策劃 這個說法是荒謬的 因為普京出現在國家電視上呼應結束 武裝叛變還警告1917年革命重演的畫面 然後再要求外國領導人 調解以解決叛亂 這個都會產生持久影響 除此之外 ISW報告認為 唯有求助 羅卡辛科的舉動 亦被普京的強人形象大打折扣 報告中說 白俄羅斯總統 羅卡辛科在阻止 對莫斯科的軍事進攻中發揮直接作用 這個觀點是令普京蒙羞 更可能為羅卡辛科帶來其他好處 國際戰略研究所 研究陸戰的高級研究員 巴里對美聯社表示 就算克里姆林宮和瓦格納集團達成和解協議 普京的地位也可能被大大削弱 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 約翰·克布斯特 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同樣發表說 這件事令普京的地位永遠被削弱 費加羅報社評更指出 通過20年來對制度的踐踏 普京親自啟動了俄羅斯國家的崩潰進程 對烏克蘭發起的戰爭 只會加速俄羅斯的衰敗 美國罷工就在6月26日 拒絕就俄羅斯瓦格納集團的短暫叛亂 可能產生的影響作出猜測 白宮新聞發布會上 當被問及瓦格納的叛變 對俄羅斯總統普京 和烏克蘭戰爭產生的潛在影響時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戰略溝通協調員 約翰、歐比回答了幾個問題 但他強調說 現在知道這個會如何發展 還是為時過早 當被問及這支俄羅斯最主要的僱傭軍 是否還有能力繼續在烏克蘭作戰時 歐比說 在星期六的事件後 要知道瓦格納作為一個實體的去向 還是為時過早 在被問到這次叛亂對俄羅斯內部 所醞釀的紛爭可能意味著什麼 歐比重申 拜登政府所關注的是烏克蘭發生的情況 這是俄羅斯的內部事務 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記住 普京先生仍然指揮著一支很龐大 很有能力的軍隊 而且這支軍隊的大部分 都是在邊界另一邊的烏克蘭 歐比繼續說 考慮到利害關係和烏克蘭正發生的事情 俄羅斯任何潛在的不穩定 都令我們覺得擔心 而我不打算說這個問題 歐比重申 美國並不主張俄羅斯政權更跌 他說 我們認為應該由俄羅斯人民來決定 誰是他們的領導人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情文 李興 綜合報導 我們請按摩